嗨,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CoreData 我们来学习CoreData的数据操作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学习目标吧 首先我们要学会如何创建实体 如何插入数据 如何查询数据 如何统计数据 如何添加数据 以及如何删除数据 好的,我们通过demo的形式来跟大家进行讲解 第一个目标的话 我们,我第一个功能啊 应该讲 第一个功能的话 我们建立学生实体 插入100条数据 然后我们按照条件查询学生数据 然后我们统计学生信息 接着我们修改学生数据 最后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删除学生数据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个demo吧 我们接着我们的上一个项目给大家讲啊 上一个小工程给大家讲 首先我们需要导入CoreData的框架 然后 然后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数据模型 我们怎样建立呢 我们看一下吧 我们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模型的文件当中 我们新建了一个叫student这个实体啊 这个例子实际上跟我们 跟我们的这个CoreData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啊 我们就只是说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做 在这个student这个实例里边的话 我们这里给大家指定了三个 三个属性啊 第一个是我们的学号一个支付创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分数是一个整形 然后是我们的姓名是一个支付创 这里我们没有设置ID啊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实体的话 我们这个CoreData自动会帮助我们进行管理啊 它的每一条数据 好的 在我们建立了我们的实体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生成实体的类啊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点这个file 然后选择6 这里file 好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CoreData这一项 这里有三个选项啊 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建立一个托管对象的一个子类 我们点下一步 然后这里勾选test 然后我们再勾选这个 选择我们要建立内的这个实体啊 这里我们就只有一个啊 选择这个student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就OK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udent 他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这里是生成了一个student 然后它继承我们的这样一个托管对象 然后呢 这里加了一个扩展 这个扩展里边的话 定义了它的三个属性啊 比如学号 姓名 还有我们的分数 加了这 前面加了这样一个标签 表示说是我们是需要把它存储起来的啊 OK 在我们建立了我们这个实体的类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插入数据和查询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啊 在插入数据当中呢 我们同样的是插入一百条数据 规则的话跟我们student当中是一样的啊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我们做了一个循环 然后我们调了一个插入单条数据的核数 最后的话我们保存我们的修改 保存我们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样插入一条的学生数据吧 首先我们获取我们的上下文 然后我们构建我们的实体对象 实体对象的话我们是怎样来构建的呢 我们调用我们这个实体描述 insert new这个方法啊 这个方法当中的话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student 就是是我们的实体的名称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啊 我们在这里面指定的这个实体名称 然后第二个参数的话 我们用这个context 就是我们的上下文 最后的话我们把它强制拆包 转换为student的这样一个类啊 好的 这我们构建了我们这个学生的这样一个实体 之后呢 我们需要设置它的相关属性 这样做啊 OK了啊 事实上我们每 前面我们讲到了啊 我们的每一个托管对象 它是跟一个context是相互关联起的 我们这里做一些操作和修改 的话 它是事实上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context 在内存当中的数据信息的 所以说我们做好改变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再保存一下 就可以把我们的修改啊 我们的操作 不是叫修改啊 应该是操作啊 把我们的操作 同步到我们的数据仓库当中 好了 这是我们插入数据的一个 的一个操作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查询数据吧 在查询数据这里呢 我们是怎样操作操作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获得context上下文 然后我们构建一个抓取的请求 构建这样一个抓取请求 这个抓取请求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同样指定我们的实体的名称 同样是我们的这个 模型文件当中啊 我们构建了这样一个student 这样一个snit的名称 好的 我们构建了我们这个抓取请求之后 我们把结果进来操作一下吧 假设我们按照我们的number学号 我们构建一个排序的方式啊 这是指我 这是我们的学号 这是声序啊 指定为to表示我们是声序 然后这是我们系统自带的一个 比较自不串的方法 是为了让我们在各个语言里面啊 都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我们定用这个方法 指定这个方法就ok了啊 在这里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就构建了一个排序的描述 然后我们把这 他的这样一个属性啊 排序描述的这个属性啊 指定为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包括这一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通过设置 我们就把我们的请求啊 结果级 让他按照我们的学号声序 进行排列 好的 ok 如果是我们要获取所欲数据的话 我们这里不需要勾建查询条件啊 我把这里注释掉了 待会我也会给大家翻开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在 做好这些事情之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执行 我们定用context 上下文 我们执行这个抓取请求 就ok了啊 很简单 我们 我们 破读到结果级 我们再强制拆包 把它转换为 以student的 呃 为元素的这样一个数族 最后我们便利 输出结果 然后搞 这样就搞定了啊 很简单的 好的 现在我们 给大家运行 看一下结果吧 我们把这里清掉 重新运行一下 这里已经有输出了 我们的控制台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里我们就把所有的 我们的这样一个 呃 结果机给打印出来了啊 100条数据 那么现在我们来修改一下吧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这样一个 插入的方法给注释掉 我们不重复上数据 然后我们怎样来改呢 我们把这里 比如说 我们要按条件查询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需要添加位置啊 为我们的这样一个请求 假设我们需要查询 我们的学生的这个分数 大于60啊 我们查询分数大于60的这样一些学生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加这样一个位置去搞定它 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啊 我们控制台所谓的打印的结果 分数都是大于60的啊 好的 又比如说 假设我们啊 我们需要 查询 我们的名字 以A开头的所谓的学生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 加这样一个位置啊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结果 当然关于位置的知识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所有名字 以A开头的学生的信息给打印出来 OK 好的 接下来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统计学生的信息吧 我们到这里来点到这里来看一下 第一个 假设我们统计分数大于90的学生的人数啊 我们怎么做呢 同样我们需要先 获得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文的实力 然后呢 我们来构建我们的抓据请求 这里我就不解释啊 指定我们的实体名字 用为student 调整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来指定它的位置 分数大于90 我们在这里写啊 我们把返回结果的类型 指定为这样一个枚具类型啊 表示我们只获得它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做 这个函数可能会抛出一场啊 所以说我们写了一个 不合一层代码块 我们来执行我们的这样一个请求 获得结果之后呢 我们拿到我们这样一个数组的 第一个元素 我这里我们把财包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整形啊 去获得它的整形值 我们这里打印输出 好 OK 这样就搞定了啊 很简单的 我们大家来给大家运行 看一下结果吧 好的 9 对吧 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数据当中啊 我们成绩 大于90的学生啊 总共有9个人 好 OK 然后的话 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说 我们如何来计算平均分数呢 假设我们需要计算 我们全班同学的 100个人的平均分数 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获得上下文 然后我们构建 抓取请求 这里指定的是我们实体的名称 我们把结果集的类型反 指定为反文一个字典 这种类型 接下来我们需要构建表达式 这样构建表达式 我们先生成一个 表达式的描述 然后我们指定表达式的名称 为这个字符创 为这样一个K 这个名称的话 后面我们会用于取相关的数据啊 接下来我们来构建我们的差数 我们的这个表达式 是针对哪样 我们表 我们的这样一个实体里面的 哪样一个属性呢 是针对我们的Score 这样一个属性 然后我们对我们的描述 添加表达式啊 在这里表达式 我们构建了一个表达式 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表达式 对应的核数是这样一个核数啊 并且呢 我们的差数 传递 这个差数啊 传递我们上面构建的差数里边 好的 最后的话 那我们把我们的 我们参数的这个结构的类型啊 指定返回一个浮点型的一个字 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表达式给描述好啊 当然 除了求平均值以外的话 还有其他的一些核数啊 我们这里给大家搜索看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的 我们看一下文档 看一下还有哪些的类型啊 这里有点慢 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来搜索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我们搜索搜索出来啊 我们看一下它吧 我们重新来搜索一下 好的 这里已经出来了啊 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 我们来找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相关的一个方法 这里有我们的 这样一个 类型啊 好的 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是不是就有我们的核数 包括求和 统计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和平均值 对吧 好的 OK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不光可以做 做一个求平均值的操作 我们还可以做 比如说像我们上边统计 我们的 人数 这样的操作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做啊 好的 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 当我们更进了表达式之后 我们把它的抓取的属性 指定为我们的这样一个 指定为这是一个数组啊 在这个数组当中 我们把我们这个描述给添加进去 那就OK了 接下来我们执行我们的这个请求 然后我们来获得我们的结果 同样是个数组啊 我们拿到它第一个元素然后强制拆包 然后我们再转换为一个字典 关于这个字典的话 拿到之后呢 我们怎样获取我们的平均值呢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这里是指定的一个 average score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K啊 一个名称 这里的话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键子啊 我们传进去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获得 我们再拆包 这样的话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平均分数 这种这里我们打印输出啊 看一下结果 好的 这种我们给大家运行看一下 这里是49.5啊 嗯 当然是争取的啊 好的 OK 在给大家看了这个一个统计学生信息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下面的吧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修改 我们这里有点问题啊 我们不能够直接发取 我们手动来吧 我们把这里加上 我们把注释掉啊 为了方便大家观察结果 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修改数据吧 然后我们修改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再检查一下结果 看一下是否是生效了 首先我们获得我们的上下文 然后构建我们的抓取请求 比如啊 我们来获得以名字A开头的所谓的记录 然后我们执行我们的抓取请求 获得我们的结果 当获得结果之后啊 事实上我们便利 我们便利我们的结果计 把每把以A开头的学生啊 他的分数改为100 好的 OK 最后我们保存我们的操作 整个操作就是这样的一个 个程啊 当然我们这里的数据量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简单这样写 如果说我们处理大批量的数据的话 那我们可以实施上我们的Cordator啊 它是有一个批量更新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我们可以用批量更新来做 并且我们可以一步进行操作啊 因为我如果说我们放在主线层里面的话 可能会阻塞我们的主线层 我们也可以一步来做的啊 那么这一点大家可以下来直接去了解一下 这里我就不不讲了 通过这种形式通过这些操作啊 我们就达到了修改数据键的一个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 好的 我们向上面滚动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啊 这里的话以名字以A开头的所有的学生 我们已经把它的分数改为100了 OK 好的 那么在我们了解了如何修改数据之后呢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如何来 我们如何来删除数据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给注释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删除数据 首先我们删除数据 然后我们查询结果 再看一下情况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分数小于60的学生都给删掉 我们怎样做啊 首先获得我们的这个上下文 然后我们构建我们的抓取请求 这里传的是我们尸体的名称 然后我们指定它的位置 也就是构建我们的查询条件 我们把所有分数小于60的学生给查询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执行我们的这样一个请求 把它强转成一个以student为原书的一个宿主 最后我们便利一个宿主 我们利用我们的context 也就是我们的上下文 来删除我们的托管对象 我们这样做啊 删除我们的托管对象 这样就OK了 最后的话 我们保存我们的操作 就是这样啊 很简单了 就OK了 这里我们也给大家运行看一下结果吧 好的 我们看一下哦 现在大家是不是看见我们的所有啊 我们所有呃 成绩小于60的学生就已经被删除了 也就证明我们的操作成功了 对吧 通过上面的 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介绍啊 也就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数据的基本操作 包括插入数据 查询数据 统计信息 修改数据和删除数据啊 相信大家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么我们如何来获得更多的 关于Cordata的相关知识呢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查询我们的文档的啊 第一个我们这里有一个 Data Manager Data Management 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见下面啊 有很多以Cordata为开始的一个 呃 一些项啊 我们选择这个吧 这里的话就有关于Cordata 它的一个编程的一些指导啊 这里就有很多相关的一些知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获得 我们这里输一下吧 假设我们在这里是Cordata 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获得很多相关的信息的啊 并且我们还可以 我们再点一下 我们这里可以获得一些demo的 苹果官方是提供了一些demo的啊 我们点 点这个啊 然后大家可以去 自己去下载 下载一些demo来看一下的 这里有个open object project 我们点一下的话就可以打开这个工程 好的 这里我就不多说介绍了 这是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查看苹果官方的文档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GitHub上面 获得一些学习的资料啊 同时大家也可以去 看一下一些优秀的博客 有些开发者学的博客也是蛮好的啊 好的 嗯 到这里呢 我们也就给大家介绍完了Cordata的 所有知识 这期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